玩具TV來到這一部份 很重要,因為我們很快給大家看 只放在桌面都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玩具 價值超過一億 一億這麼多 這是什麼單位? 不知道,這是手作很貴 來到這一節,找來很多藝術家和我們一起分享 其實他們全部都有份參與同行藝術玩具展 接下來在下個星期我們ACGHK當中 就可以親身近距離跟我們接觸 不過這個時候,子龍就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新鮮熱 特別有幾隻是剛剛焗出來的 剛剛油出來的 究竟是怎樣玩法呢? 我們再介紹一下 不如由我身邊這邊介紹一下 跟大家打聲招呼 Hello,我是林平 Hello,大家好 Hello,林平 謝謝 她的作品系列就是這幾個 她的妹妹如何稱呼? 她叫做女妃賊蘇菲 這隻是她的忠實朋友叫給你套的 你看到她的女妃賊 就像剛剛上電動畫一樣用她的眼罩 遮住了她的眼罩 是的 但她其實不是真的一個賊 她是偷一些 偷情 偷宋 偷宋 偷人家的記憶 為了要說她的故事 我這次也特別畫了一本漫畫 這本漫畫呢 又是湯金的 她叫Bern 希望讓大家認識多一點蘇菲的故事 在展覽裡面有可以賣的嗎? 閃分版 閃分版 怎樣閃分版 不如Kevin和我們介紹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Kevin 閃分版真的是為了動漫柱 我昨天才可以做 所以就閃出來的 閃出來的 是說動漫柱閃出來的 所以就叫做閃分版 已經變成了 都不像Husky 待會有些時間再解釋一下 OK 好,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好像是低胸的 是嗎? 這個是 Sif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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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繼續來到我們的右邊 Hello William Woo 忘了Husky也給你一張聲音 是 大師傅、葵哥、William 你也帶了三個作品來 不同顏色 而這個呢 剛剛她說是親手畫完的 剛剛賞識完的 是 其實就是 魔法師與朋友 裡面一個角色 其實只有一個角色 不過有幾個不同的版本 其實她們有不同的地方 已經是 見過面的 和大家 但是這次呢 剩下的少量 就會在這個同行展裡面 和大家見面 是 歡迎光臨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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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細節就對了 立刻閃 好聖 立刻閃 閃了 我感覺到威哥說的時候 全場都靜光了 很專注聽威哥的說話 留給他聽說話 你很英俊 哈哈哈哈 好 那一會 阿威哥就跟我們說多一點 這個角色 甚至魔法師與朋友的 小小小點 會有兩本書的 是 嘩 這本書真是 重要了 上年看到的時候 我雙眼都很憤怒了 這本大概會說 這個魔法師與朋友的故事 是 另外這一本呢 稍後我們可以再詳細看 是 其實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設計師 藝術家 就幫我們 將這個鬼惡 重新塗裝過 嗯 每一個設計師就是一個動立的版本 很濃郁的藝術味 是 很濃郁 好 再到旁邊這個大家茶餐廳 應該整天都看得到的了 菠蘿油 是 Hello 你是 我叫Helen Helen 你好 Helen姐姐 這個口哨 誰就吹 這麼壞 再吹幾個 哦 你 這個菠蘿油妹妹也可以 我們簡介一下 其實 她的名字是叫菠蘿油妹妹 顧名思義 就是一個用菠蘿包 做藍本做出來的公仔 那我這個公仔 應該是說 除了手油之外 因為我是用滅鮮做的 就是自己倒樹枝膠 其實我是從零開始 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 哦 所以是全手作 哦 厲害 哇 你不是經常都很喜歡吃菠蘿油的 以前是 現在大了就 要保持肥膠 所以不用這樣 吃少了 很肥 菠蘿油很肥 OK 其實稍後還有其他單位 所以part 1 我們就先跟大家 看到桌面上這些 就先介紹一下這些 逐一聊聊 剛才就說到 這個女飛賊 有個故事 但她又不是賊 不如臨皮跟我們詳細一點說一下 究竟 為何這個飛賊妹妹 有個這麼有趣的故事身世的呢 嗯 其實呢 應該由哪裡說起呢 其實 真是很開初 我畫這個公仔的時候 其實我只是因為 拿了兩個朋友的兩條鑰匙 我就畫了自己一個女飛賊 是 然後後來就 因為又有一個機會 撿到一幅舊遊畫 我就在一幅舊遊畫裡面 又畫了這個公仔 然後就開始很多人 經常問我她是誰 然後我才開始去想 其實她真的是誰呢 那我一直在想的時候 也都擺了很多個人的經歷 因為這幾年都很多 就是接觸到一些店鋪倒閉 那我工作室也都有 幫她處理倒閉的 不是不是 只不過是剛好走過 看到她倒閉 然後又剛好有些東西我看中了 那我就拿了回去 其實我變了有少少好像 垃圾佬一樣 收了一些東西回去 那這個經歷是令我覺得 其實很多舊東西 都很有她自己的經歷的 譬如一間五間好的一個木櫃 她可能擺了幾十年 一直沒人知道的 那其實我經常覺得這些舊物 她背後有很多故事 那我經常都很想透過蘇菲 去講這個故事給別人聽 但是就想了很多年 都經常在想 究竟怎樣將它講出來呢 所以這次我就真的畫了漫畫 去講這個故事 嗯 都看到有條鑰匙 這個是不是就是你講 當年收到那條鑰匙 然後放回去你的創作裡面呢 其實都是有一些個人的經歷 就是鑰匙啊 或者一些 就是怎樣去打開一些人的心 就是我覺得是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那所以 通常故事裡面都會有鑰匙 那而 其實故事裡面也都有一點點力險 因為我不想很平衡 很直接說 哎呀 那時候那個 那個舊的 嗯 嗯 櫃是有些什麼記憶 所以我呢 就也都 代入了 就是用一些小鳥的形式 去代表一些舊物的記憶 這樣 所以蘇菲是 去 入到這些故事呢 就是去找他們 這些的記憶 然後就成為她的收藏家 而途中她也都認識到一些朋友 去經歷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嗯 那 有 所以這個故事裡面也都有比利兔 比利兔也都會出現在這個故事裡面 這樣 這個 這個我突然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呢 其實很想問她是一隻貓還是兔子 也有很多人說過 有些人說她是像狗的嘛 哈哈 狗問一點 狗就有點問 貓和兔子都挺得住的 很開朋友 哈哈 他不是想認識你而已 所以才講 不是 我跟很多人都這麼說 有貓有狗 這樣說不中是多的 哈哈 OK 那 在整個 特別在這個figure上面 製作上面都 摸到 有些不同的texture 有些質地 甚至乎 處理上面也有些不同的安排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特別我感覺到這條裙子 其實因為 這一隻會是會場的特別版來的 正式就是紅色這一隻 黃色這一個 因為是自己手遊的 所以就會有些不同 嗯 那本身的物料都是糖膠來的 是的 頭和身體都是糖膠來的 那頂帽就是這次新的 連同這個公仔一起送的 那這個就是PU來的 擦不擦得掉的? 擦得掉的 所以頂帽是每場特別版來的 可不可以我試一下 拆開它 看看可不可以的 可以可以 破爛了你 要買嗎? 好貴 OK OK 你買尾 現在黏住了 現在黏住了 黏住了 不知道 你拿8,000元放在檯上 不黏住了 錢而已 是不是要付錢? 哈哈哈哈 謝謝 好厲害 請問有多少億? 加上一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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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有9,000萬的了 哈哈哈 OK 大家在現場 到時候去到同行指南 都可以跟林皮特互相交流多一點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鑰匙這件事 特別對我們整班玩具迷 都是一種童年回憶的鑰匙 集體回憶那條鑰匙 是啊 你一買那件玩具 其實就是想找回那種開心 無論是看鏡片也好 或者跟家裡的兄弟一起玩的感覺 我想這個鑰匙是挺容易代入得到 明白得到的 OK 那謝謝林皮特 接著下來了 Kelvin 這個閃分板 講到閃分板之前 都可以說一下這兩隻 其實現在開始都不像狗了 大家都說了 兔仔 這隻其實有個名字 它叫忠心守護 聽得出其實也有些寓意裡面 養狗的人就知道 寵物和主人一定有些 很連結的 是的 很連結的 有句slogan 天上人間 忠心守護 不明白嗎 不管在這裏 那裏 那個情願就在這裏 所以我特意做一隻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買我的畫的人 都是我會在Facebook上 按機緣 或者感動 會畫牠們的狗 但我不會公開畫 我買的 看見到喜歡的人就會 可以判斷我的畫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方式去發展 我感覺到Kelvin有一種 術士的感覺 看見到你先贈你兩句 然後就變成畫了一個公仔 做了一個Facebook 沒有擺完 你沒有擺完 你沒有擺完 類似的 這件衣服和Facebook Facebook真是很合襯 所以其實這件衣服就是這裏 一起做出來 因為其實我這麼多年做品牌 或者自己開店 其實我也有很多周邊 半個人剪一部品 其他周邊的商品 稍後會講一點 那其實都是我做產品 或者做Operation的其他部品 所以就算我做我的東西 例如中心手護犬 我其實會配上衣服 還有一連串做那堆活動 例如好像 我的朋友 那些狗狗離開了 我寫回牠的名字 這個牌 其實就未必會有寫東西的 就寫回牠的名字 小黃 小黑 這個很有哭 真的很突然 很窩心 還有第一版 其實我沒帶來了 第一版是夜光的 這件事真的 朋友告訴我 他說離開了 放在這裡 關燈的時候 牠著了 發光 我向Husky寫的 見回牠的名字 哭了一小時 我不是想牠來哭 這件事可以開心 試一件玩具就行 但其實如果有些人 他本身有個情懷 放了下去 他就養過狗 特別養過Husky 這個關係真的在一件事 就不是一件門櫃 很簡單 是一個永遠的紀念 如果能夠做一個創作 或者做一個網上的朋友 可以給他一件這樣的安慰 其實我覺得這個意義很大 不關於你的工作做得不錯 這個其實都是我一直在做的目標 就是我希望作品能夠給別人安慰 留下的一份祝福 而不是一份父親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中心手蜜 最初的時候就是曝光板 接著就是金黑 其實為了動蠻節 所以我們的同行 我特意將它變成夏天 有水果的 沒有帶這麼多來 這是香蕉 對 這個中心手褲香蕉犬 我們有草莓 還有一個櫻花 還有一個什麼 荔枝? 荔枝? 不是 就一個青VB 青VB 青VB 青蘋果 在同行的IG裡面 已經放下來了 然後它裡面又有這個 變了又會新鮮一點 又是特意為了說出來 真的新鮮了 真的新鮮了 真的有Flash 所以不單止是閃分Husky 這樣就閃出來 其實其他那些 好像這個水果系列的中心手褲 都是特意做出來 那是不是說 相應的狗仔就配上相應的T恤 配T恤就是一件事 對呀 還有近期有留意我Facebook 大家都知道 也挺喜歡買這些東西 這次在周邊新鮮買 你雙折棍啊 今年除了買玩具之外 我都會繼續買 Fighting乘三年的Ideas 也有一個鼓勵 即是Whatever你是讀書 什麼月艱難 工作 Fighting都大家明白 要乘三年 是一個好的鼓勵 我覺得很適合在一些大型小孩都會來的 動漫節裡面 其實是一個打氣的 對呀 這個打氣 遲一點可以出 雙節骨 不是遲一點的 其實是 咦 已經有了 這件事 這件事綁完之後 就可以變成這樣 其實就可以來了 這裏就不要耍了 那你去回我Husky的Facebook 隨隨便便你都卡到幾條 我在找這些東西 如果有一天星期六就有 好像大會有一個 舞台表演 不是舞台表演 即是一個互動 互動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跟大家教一下 或者給你打 拉筋 拉筋的 用一模一樣拉筋操 教大家幾個簡單的轉手 嚇得嚇人的 好嗎 最重要是嚇得嚇人的 這個不是嚇得嚇人的 這個東西我告訴你 我已經試過了 塞個水 我只給你示範 塞個水 雪凍他 不用 塞個水 這個人很毒 塞個水 可以 很順勢 打團砂磚 試一下 砂磚 砂磚 我想試一下 手硬的砂磚 真的想試一下 不要不想 我只能說手硬的砂磚 大家小朋友留意一下 這個聲音 我感覺到很強的風在旁邊 這個風 你的風已經很濕濕的 我的風已經開始 聽我的聲音很難 我的風已經很濕濕了 繼續吧 Kelvin 散開那一套 這也太多了 Facebook 我收箱直過來 其實我很喜歡Kelvin 這些賞金 賞彩 全部都是自己的 這些改裝都是自己找手 所以 電業分紗都是自己做的 是啊 其實我用物紙娃娃做了兩年 都是這種方式的 這個 15周年的版 就用了差不多近一年了 哦 我用物紙 主要是用物紙 因為物紙娃娃是有彈性 而且都是一個派別 做物紙娃娃是一個派別 我跟一些大人學過 就在台灣學過 但是那些大一點的 不用的 因為物典的好處 不用收鞭 還有有彈性 我們躺膠可以容易 轉到內脈 套下去就可以 轉下去就可以 用熱力 用轉 可以收到整件事 然後安排得很漂亮的 有時候可以 不要只是靠上色 變成我兩人合在一起 其實我做手工 都做了這兩年 差不多玩到五百隻 全部手工 全部自己做五百隻 當然這個方式有點簡單 平均一天做魔鈴一隻 所以為什麼我說 閃分 一閃兩天就閃了八隻出來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要這樣的生產量 真的好厲害 如果Hermic 還要撒上雙子棍 也要做五百隻 真的 對 那是另一個發展 接下來可能會教大家 防狼術 利用一些 先從運動概念開始 拉筋 正常的跑步 去做體重管理 保持得好一點的方式 然後喜歡一些的 就好像我寫在這裏寫 這條東西 3-in-1毛巾 刷汗 拉筋 輝停 三條東西 刷汗 拉筋輝停 其實是一連串 我覺得創作的意念要配合自己 例如我做小肥豬拯救隊會比較好 但是既然我背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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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在我的銷子裡賣 賣其實不是意義 而是想幫他們推動多一些 去廣點 推動運動 對 給大家一些資訊 作為一個分裂統籌師的培訓師去看 我覺得有這種Telamade的玩法是過人很多的 亦都令到大家換句迷有多一些玩法 選擇 我覺得 對 Kelvin很棒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那件事很活 你感覺到你一邊接觸他 其實所有系列他設計出來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謝謝Kelvin 謝謝 謝謝 待會再跟我們耍耍功夫 他有一個寓意的 做這個Figure 站在設計師要有一個 強壯健康的身體才喊得到 輝哥說得對 要喊得到 輝哥你這個就厲害了 因為剛剛你說是親手游的 不如就跟我們講一下波法師朋友的系列 來到今年特別有一個猛虎版 這個叫虎行 虎行 虎行就是很辛苦地走這條路 虎行 其實這感覺是老虎的角色 但是其實在做的過程裡面 我一直去演繹這個老虎的 發覺了游我的老虎紋 很辛苦 是不是有感而發的威哥 這個老虎 所以呢 我另外一個partner 就是Steven 他每一個角色都想 有一個名字 他就問我這個改什麼名字 我想如果老虎 太簡單了 還有在經歷裡面 我游這隻公仔的時候 發覺很辛苦 所以用了這個名字 虎行 給我 我會叫他老婆特別犯 哈哈哈哈 我們有感受 咦?有感受啊 有感受啊 稍後開一個節目 跟你再聊 稍後又開一個節目 給你聊 其實這三個其實是同一個角色 就是魔法師與朋友裡面 一個叫鬼樂的一個角色 在這個故事裡面 鬼樂就是一個 叫最終極的一個大奸角 哦 終極波士來的 是終極波士 但是在我們暫時 故事裡面 唯一一個是 將它立體化了 就是一個 為什麼會選一個終極波士呢? 因為它會有很多變化 其實我們將來會有很多不同的 形態 出現 所以就選了這個 做了先 另外這兩隻呢? 另外這兩隻呢? 還有閃粉金色 其實就是虎行和薩蟬 薩蟬是Steven設計的 就是這個圖裝 其實他就是 崇拜一個著名的作家裡面 有一個小說 其中是 有一個章是叫薩蟬 所以用了這個名字 或者每個名字都很有心記 剛才這兩個同事的 已經在上海出現了 上海會具戰 全部都是手柔的 兩產版出現了 兩產版出現了嗎? 這些不是兩產版 我知道 什麼時候有兩產版 已經出現了 出現了 但這些全部都是手柔的 這個不是全部手柔的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賣的 是的 這兩個影子在上海已經打開了 但是香港呢 其實這三隻目前都沒有過在市面上 在賣的 但是接下來就 ACG有這兩隻了吧? 沒錯 這三隻也會有 但是這幾隻呢? 手有版 很少量而已 看看有多少 是啊 哈哈哈哈 倒數了一個禮拜 看看有多苦行 倒數了一個禮拜 始終都是用掌尾 重新再側 那麼工廠是怎樣比得上威哥來的? 那個感覺不一樣 始終是自己的 其實我在想你這種膠叫什麼膠 這個我們叫邪膠 這個不算 這個我們可以叫你妹膠 可以答不答嗎? 超膠 超膠 威哥叫什麼膠呢? 威膠 哈哈 我想不到男士有 這個就叫裂炎 烈炎 烈炎就是 剛剛最近 在台灣 Monster Taipei 會具展 做展覽而推出的 這個版本 很棒 這隻白虎 那些 對 那些紋有時間 這個又是手遊嗎? 這個又是自己手遊嗎? 部份 這些我都盡量改良了 譬如可以上面廠跟到的 讓我們跟 其實是 很仔細的 這隻老虎的上色 還有你感覺到質感的質感 就是看已經看到了 拿上手玩 又是另一種感覺 對 由於我們發現了 其實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就是變化 所以這次 在台灣 那個展覽 就請了十幾個設計師 人家 就叫做 Kosova 就是 讓他們再重新 演繹 怎樣 在他們的角度 以及在他們 看到鬼樂 這個角色的時候 有什麼想到呢 所以我們就將它 在一個展覽裡面展出過 另外呢 我們就將它 所有的 所有的版本 都出了一本書 對 就出了一本書 這隻也是鬼樂來的 這是日本的大九寶先生 設計的 他甚至會將它再改良了 有些大的 魔法了一些 魔法 好像有死神的感覺 這隻 很日本那隻 對 這個就是 這個神的 小霞 這個就是 小霞 小霞老師 它的色水是 很 很 很 傳統那隻 不過這些是不是全部都是 one off來 是啊 就是 可遇不可求 好像已經賣了 因為是當時拍賣的 當時拍賣 拍賣 對 應該全部一隻 對 全部一隻 真的獨立一個藝術家 做了一隻 就讓我再拿出去拍賣 那這次動漫節 有 我們的香港代表 Kenny Wong 哦 Kenny 白臉鬼 Vincent Ma 重工怪物 其實這次找了十幾個 李自達 少女心 很特別的 他那個 表現手法 是不是 Sailor 水手服 少女心 我見到 他的胸口 好像是結尾 空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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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去到不同的設計師 香港的 紅燒鬼獄 這個是 燒鬼獄 EVEN EVEN 我們叫師傅那個 哦 哇 名字很厲害 燒鬼獄 好像食物一樣 那這本這麼正的書 是否在動漫節都會有 是的 這本呢 在動漫節我們都會有 大小量 原來香港的設計師 柔衞都很漂亮 對 香港也很厲害 這個也是香港設計師 叫做唐偉林 對 William 對 應該很熟 介紹我食 對 對 就算大家擁有不了實物 擁有本書 也是一件好事 對 看了就擁有物 有機會再看 再看 阿華 看看可不可以 對 好 好 好 這太繼續 我不敢叫你送 阿華 這次有沒有one off 這次應該沒有 沒有 因為我覺得 剛剛下機沒多久 哈哈 還正在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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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到苦衡 還正在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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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嗎? Almond 你多大臉子 不是 給面子的 你也可以訪問他 真的 我帶了兩本書來 剛才說的一本 是同藝術的Grossover 另一本 就是他的故事 飛狼 上一年 書展的畫 很漂亮 每一本 都是 這就是 合作的一本 畫冊 叫做概念畫冊 裏面有少少少 有幾行字 有幾行字 大家看看 其實每一頁 每一個作品 其實我自己覺得 都是苦惑名優的 你只看這個 你只看這個 苦惑名優 真是苦惑名優的 你真的看每一張 都很有氣勢 這個在 觀塘某條街 畫了一幅牆 直接畫了一幅牆 直接畫了一幅牆 在公下上面 對 在外面的牆 因為我當時有個街跑的活動 他會把 在觀塘某幾條行 給了一些藝術家去圖一下 好啊 這幅就畫了一幅很大幅的牆 我記得韋威哥你做廣告 幫人畫過設閘 對 對 這段時間 現在剩下 剩下一間店 因為有一間店 他和閘 拆了 OK 所以這本 這本也會有的 真的很棒 有機會 我們買了 在POOF和韋威哥 我們輪到 Helen Helen姐姐 Helen會不會 H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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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stumbled 好了 那我剛才有提到 全部自己親手做 對 零開始做 是嗎 還是對玩具有些制作的認識 其實我那個時候 都有跟某個前輩學過 których做�工 那從那個時候 primeiro來自拍某空 accident 就興趣 是 一直自動自學 不停地改進到現在 你是誰的前輩 超人娘 哦 前輩 超人娘 猜不到 她是你的前輩 她應該是你的祖輩 兩年齡她應該 大幾個 超人娘 其實你自己做波羅遊門會的時候 其實你畫出來的時候 和你做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感覺上落差大不大 親手做 其實落差大 我自己也有保持我以前做過的版本 其實我第一隻做的時候 我會覺得樣子好像有點不堪入目 就是 揣握不了由2D的平面 轉到3D的感覺 都要自己再拿著泥玩了很久 再想想怎樣可以利用 挑一刀再挑得神次一點 去揣摩一下 試了很多次才有現在這個 比我自己覺得是最滿意的樣子 對 尤其是現在用手 你要去改那樣東西 其實是很花心機的 是嗎 也是的 其實我覺得手挑一塊油泥 跟我手畫畫是一樣的事 對 手畫畫其實你也是要花心機 逐筆逐筆地畫上去 但是我用挑一塊油泥 其實我也是要反覆地 不停地去摸索 去挑剋 成為一件作品 對女孩子來說 自己親手做 你覺得難度高不高呢 因為我覺得經常問這個問題 每個人都不同 有些女孩子覺得 很難啊 對這些3D三圍的東西 當然不是很難唸得到 有些是3D三圍 3D三圍 很尷尬 你怎麼說這麼多敏感的問題 非常正統的眼型 3D三圍 對 你老婆也看得到 對 但是有些人又覺得 不是啊 立體才真真正正 可以表達到 它要的東西是怎樣的質地 或者那個感覺會是這樣的 對於你來說 你覺得平面和立體 你自己喜歡或者難度在哪裡 我覺得 丟一件立體其實 我覺得就不是很難的 但是你要覺得它漂亮就難 就是你要將一塊泥 變成一個立體 其實我覺得不難的 你小朋友都做到了 玩泥膠 漂亮不漂亮的 對 搭上一塊都是一件立體 但是你要成為一件 你覺得漂亮 或者是你的粉絲 都覺得是滿意的作品 就很難 就是要符合你心中想要的形象 沒錯 因為橫是2D 2D就是要顧兩面 對2D就要顧兩面 3D就要顧三圍了 對 還有你說 三圍是很重要的 這是這個畫面 兩圍不行 三圍 三圍就不行了 因為我知道做Russian 會用很多不同的儀器 比如說壓力鍋 那些 對 對 對 那你自己弄了嗎 對 我是自己弄了 因為我起初沒有那些儀器 到沉迷了之後 就買了這些儀器放在家 我們在家裡弄的 對 現在 哇 這些壓力鍋 壓力鍋 我家都快要壓力爆鍋了 哈哈 像抽真空機 對 買了一部小型的在家裡 重重的 比我們還要職業 對 我們還要拿著桌子 就是在那裏敲一下 因為我也會有設計師 他在家裡弄這些 就是我一上去那裏 一邊就噴油 窗台就噴油 接著旁邊就排了壓力鍋 另外一邊就抽真空 你說得像製作工場 是 真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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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帶面膜 那你自己就是要 我自己帶著面膜 這是不是自己噴 我是手油的 哦手油的 但是也有噴 可能噴底油 噴保護油的時候 就出後樓梯噴 哦 那些就輕的 就沒那麼制度的感覺 沒有不用帶那麼多 不要打後樓梯 不要以為後樓梯不用 但是這些油 可能你也要有薄膜的味道 還有你倒的薄紫膠 其實也有味道的 是的 可能就要找一些 抽風機抽出家 那這些 譬如做Racing這些技術 因為它的步驟多 又要做舞 是的 那你在哪裡 你是自學官來的 是嗎 你的頭 開頭是真的跟超人學的 是的 後來就自己沉迷了 就上網再看看 可以怎樣再玩得深入一些 再仔細一些 學得再精一些 這樣 還有我會不停地在IG那裡 Instagram那裡 看其他外國的設計師 因為其實外國有很多設計師 他都是自己到Racing 去倒到出神入化 那些帽 都不知道他怎樣可以放到這樣的樣子 又倒出來 很帥 我很喜歡看別人的倒帽 那些程序 再自己看看我怎樣可以運用在這裡 改進 很明顯 adicted 上了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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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斷找資料 研究 已經是 現在我們就介紹了四位 可以看到這一系列 可以下個禮拜動漫節 可以看到的 重點就是 為甚麼他們會聚在一起呢 就是因為有同行藝術玩具戰 聽過同行 就是大家同行的意思 但是原來就成為一個音 那個航就是一條船航行的那個航行 大家就一起去學習 交流 甚至乎一起上來做訪問等等 我想這個都很重要 所以如果大家有多些問題 現在我們的問答時間 就沒有辦法逐一解答 歡迎大家去到動漫節 就是近距離 跟他們交流 我想他們都開心 你都會開心的 來到這裡 我們這一節站過一段落 稍後還會有幾位 是原創設計師上來 繼續跟我們分享 在這個時候 我們休息一會 轉個頭回來 繼續玩具TV